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西队也是一直在寻求新的东家 想要把球队交易出去 但是 由于CBA联赛连续的赛会值 让山西队负债越来越多 根据了解 山西队现在的负债已经达到了4亿 显然 高负债的山西队现在已经成为了烫手山芋 不过 根据最新消息了解 山西队终于是找到了新东家 那就是粉九集团 粉九集团将会以0元接收山西队 但是 要承担球队4亿元的债务 这也就是说 虽然粉九集团以0元接收 但是 也是相当于用4亿元买下山西队 随着山西队新东家成为了粉九集团 那么 根据粉九集团的资金实力 4亿元对他们来讲并不算什么 但是 由于山西队最近年一直处于资金紧张 球队无力去购买实力出众的球员 只能去签约一些其他球队淘汰出来的球员 因此 导致球队的现状就是阵容严重老化 出现了青黄不接现象 所以 接下来山西队要怎么样才能够重新换发新的生命力 这也是新东家要考虑的问题 在此 也是祝愿山西队好运 2 德里克比沃尔顿加盟广沙队 根据德里克比沃尔顿更新的社交媒体内容了解 他将正式加盟广沙队 将会代表广沙队参加CBA新赛季的比赛 上赛季 德里克比沃尔顿效力于NBL悉尼国王队 场均可以交出16.4分6.3助攻3.9篮板的全面数据 带领球队夺取了NBL总冠军 与此同时 德里克比沃尔顿也被赛会评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德里克比沃尔顿今年28岁 身高1米83 体重84公斤 存在效力于NBA热火 快船 活塞等球队 是一名技术能力十分出众的球员 有不错的得分能力 也有很好的组织串联能力 广沙队此番签约德里克比沃尔顿 很显然就是要弥补球队后场不足的短板 从而提升球队夺取CBA总冠军的概率 当然了 德里克比沃尔顿的到来也将会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与孙明辉的兼容问题 众所周知 孙明辉是广沙队后场的大佬 只要孙明辉在场上 那么 球权都在孙明辉的手上 因此 德里克比沃尔顿如何做到与孙明辉兼容 这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否则 一加一不一定会大于二 因此 德里克比沃尔顿的到来也是考验王博如何去进行球权分配 三 丁燕宇航将会加盟同系队上赛季 丁燕宇航抵新加盟上海队 想要在上海队证明自己 为了能够让丁燕宇航找回状态 李春江也是给了他很多机会 曾一度让丁燕宇航打首发 不过 从丁燕宇航的表现来看 可以说并不理想 特别是他的防守十分糟糕 后来被李春江渐渐弃用 当然了 丁燕宇航也不是没有特点 比如 他的三分球能够保持比较高的命中率 假如 在一支实力比较一般的球员 丁燕宇航作为一名替补球员 还是相当不错 在这个夏天 为了继续自己的CBA梦想 丁燕宇航也是继续努力 在前段时间 丁燕宇航到四川队进行试询 但是 缺少系统性的训练丁燕宇航 身体状态并不理想 因此 并没有被四川队看上 目前 丁燕宇航来到了同系队 对于丁燕宇航的到来 同系队主教练希热丽江也是给予机会 根据了解 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 接下来 同系队有可能会给丁燕宇航一份合同 让他在CBA新赛季代表同系队参赛 在此 也是祝愿丁燕宇航好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